中國大陸軍事實力是越來越強 但是跟周遭國家 不像美國這種門羅主義 用拳頭去服眾 而是跟這些東盟國家 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阿西亞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 是非常高的 但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東盟在辦大事 也就是東盟峰會要舉辦了 李強要去召開 那他也會去開會 而且也要去越南訪問等等 那你看到在辦大事的時候 人家喜事不斷的時候 菲律賓你幹嘛又來亂了呢 你就是很愛這邊 人家辦喜事你來這邊挑釋嗎 來搞破壞嗎 譬如說中盟到海警局就說 沒有經過中盟到政府允許 在8號的時候 菲律賓3001 3002的船 直譯到了黃岩島附近的海域 然後停止侵權的活動 然後重點是 這邊就是中國的主權好嗎 然後你看被噴啊 哎呦又開始賣慘了啦 來看看這相關的畫面 好大星你怎麼看又來賣慘了 我覺得他就是說 三不五時他就要騷擾 這是他的騷擾戰術 那一方面也可以跟美國領一些獎賞 對他也不能就只停止 我都被打了你這樣 對他就賣慘了 對不過這次他也沒有硬創 也沒有這些長子 其實就是說逗留的這些 看起來這種行為也沒有了 他就是騷擾性質的啦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就菲律賓來講的話 東協十國裡面 唯一一個最疏離的成員 就是菲律賓 因為他是一個海洋國家 沒有跟他連在一起 對他跟東協國家屬性很不相同 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命運與共的關係也不強 其實中國大陸跟 這些所謂的半島 這個東南亞這些國家 其實歷史上的源源都是數千年 對 因為中國跟越南 這個命運是交織在一起的 那甚至你比如說像柬埔寨 像遼國 命運都交織在一起 中國跟泰國 中國跟緬甸 那都是千年的歷史 馬來西亞 那甚至包括印尼 他基本上雖然他是一個島國 可是他跟這個大陸 是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就跟菲律賓不一樣 所以菲律賓等於是猶疑在 整個東盟裡面一個最疏離的會員國 然後他的關係 東盟跟他的關係不重要 他的重點在哪裡 他重點是美國 就跟這個日本一樣 他就是疏離在外 他是一種海洋國家的心態 跟這些半島國家心態是不一樣的 所以東協峰會裡面 他現在來講的話 南海的立場菲律賓是 跟所有的東協國家不一樣 單挑九國 對 而且沒有國家站在他的立場 對 就讓他自己去 他靠的是誰 靠的是美國 東協國家現在跟美國關係都是越來越遠 美國花了那麼大功夫 你看跑到這個泰國也好 跑到哪都得不到什麼 只有菲律賓 這個跟他的地理位置有關 那還有他的這個歷史傳統 歷史傳統 然後就是說 還有他的政治領導人 那為什麼杜特蒂 跟馬可思會有那麼大差別 杜特蒂沒在美國住過 對 馬可思他爸爸 他爸爸被美國人抓到 抓到夏威爾以後 他就一直在美國 他有多少家產在美國 對上百億的家產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是很多原因是歷史 還有人物造成的 那還有就是他的地理 地緣政治的這個宿命 那我覺得就是說他會跟著 只要這個小馬可思 在位一日他會跟著美國 一起來鬧事 因為他對他來講 對他個人來講 很重要 他不能他得罪不起美國 第二個美國也一直會有糖給他吃 對這是對他好 但對菲律賓的老百姓會好嗎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問號 你跟美國 那美國給你什麼呢 給你這些軍事的底氣嗎 底氣也不足 然後有多大的經濟的一個靠的 也沒有嘛 那反而是中國大陸 本來要買你很多流連 現在不跟你買了 什麼泰國越南也都不錯啊 那剛剛我們大使點到一個 杜特蒂為什麼跟你小馬可思不一樣 杜特蒂他跟以前的 菲律賓的菁英不一樣 菁英都是比較親美的 然後比較是呂宋島這邊的 那但是杜特蒂不一樣 他發起的地方 其實呢是達沃市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現在呢 又說我要選的是達沃市的市長 然後呢 這是他已經競選來登記了 其實他之前的時候呢 就是達沃市市長嘛 然後交棒給了自己女兒 沙拉杜特蒂 那不管怎麼樣呢 其實呢 這就是要挑戰小馬可是嗎 因為沙拉杜特蒂也是有機會 接下來變成新的總統 對我想他這個基本上 這個杜特蒂已經為他女兒的總統大選 已經在鋪路了 他先把這個 這個地方自己的地盤 政府老地盤他把它鞏固起來 對 那支持他的老地盤 也他的家鄉啊 也是這個敏達納爾的大大城 你知道菲律賓南北差距是很大 對 他這個呂宋島跟敏達納爾是兩大島 那這個政治文化還有這些歷史的這些淵源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兩大家族其實已經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已經是鬧翻了 撕裂了 因為當時這個小馬可是他能夠當選總統 以他過去他家族在菲律賓 被菲律賓人民唾棄的情況 如果沒有這個杜特蒂 他這個協助的話不會有今天的小馬可 以前是殺到杜特蒂 只是杜特蒂覺得說我才當完 結果我交個女兒這樣不太好 對 所以現在我覺得杜特蒂他也很痛心 事實上的話 他在任的這個五年 六年 五年 這個是很多的進步 他很照顧菲律賓的基層 而且很注重菲律賓的這個經濟發展 然後他認為這種 跟中國大陸的這種為了南海島礁是無謂的 沒有任何利益的 所以他就把它擱置 對不對 然後在他任內 這個南海問題風平浪靜 那菲律賓也難得找到一個內部發展 社會發展 經濟發展 政治發展的一個好機會 沒想交給了小馬卡斯 他做了什麼 他上任到現在什麼都沒做 還是搞他的這些家族特權 菲律賓人民 生活 經濟建設 事實上是停頓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杜特蒂還是有他的理想 我覺得他還是想把這個政權拿回來 讓他女兒好好來落實一下 讓菲律賓這個國家像大部分的東西國家 過去都有進步 就是菲律賓沒進步 所以我覺得現在等於說 是杜特蒂的起身炮 他要他的女兒 把總統的位置拿回來 他現在已經在積極佈局了 對 所以呢 杜特蒂在當時的時候 就說什麼南海啊 你在那邊講那些 其實有的沒有仲裁法庭等等 他就不斷說 這是廢紙一張 然後還說 中國大陸的確有些爭議沒有錯啦 但是呢 其實可以呢 好好的化解這個矛盾的問題啊 可以發展南海這個問題嘛 所以呢 杜特蒂現在對小馬 可是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更別說你現在不要搞到 你看 美國跟你靠 就靠不住 然後呢 軍事也沒底氣 然後呢 在國內的政敵呢 現在樹敵越來越多 你會得到什麼呢 然後菲律賓小老百姓呢 又能得到什麼呢 另外再來看到我們來關心的是 中國大陸其實 軍事底氣是非常強的 尤其是雙航母 來看到非常罕見的 到南海這個地方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聚焦這個航基圖的時候發現啊 這個遼寧號啊 繞來繞去啦 之前東風31AG的時候 他也在附近啊 不讓羅斯福號去偷撈 這個黑科技嘛 那最近呢 他又到了菲律賓附近繞了一圈 以為他會從這邊 去了印度洋去啦 就最新的航基圖來看到這個空照圖 讓大家發現 遼寧號沒有呢去印度洋 而是跟山東艦同時出現在 三亞港口 上一次同框是2018年耶 這一次呢通通都來了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做一種 實戰演練啦 因為事實上的話中國大陸必須要把這三個海啊 好好把他這個狀況能夠置入掌控之中啦 一個東海一個台海一個南海嘛 那這次雙航母事實上是在南海啊出現啊 基本上就是展現實力 做給這個美國 給菲律賓給這個澳洲 給日本啊 這些國家啊 在這些南海角勢的國家啊 給他們一些實際的一種威責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就是說 雙航母的這個啊 作戰的戰術戰略啊 各方面的配合啊 他也要必須要實際的這種啊 實戰實戰演練 到實地的地方做各種實戰演練 那我覺得就是說進展非常快啦 因為中國大陸進入到這個雙航母時代時間也不是很長 對啊 對 時間很長 那就是說很快的就能夠進入到這些啊 戰備的一種啊 一種狀態 那可見這個情勢危機啊 情勢發展是很快的 那最後能夠解決衝突或者嚇阻衝突還是靠實力 那雙航母的戰力那是 那是來講是極具 極具這個極具威测力的 美國現在你看就是光一個 這個中東情勢緊張 他這個印太地區航母都已經掛零了 對 算是一種真空的狀態 那中國大陸現在是三航母來 還有福建號呢 對 正快加緊的演練 加緊的最後海事能夠最後入列 可能是速度很快就可以入列的 那所以就是說中國大陸我覺得危機感是很強的 那而且中國大陸是 要解決問題面對問題是真正有這個怎麼講呢 有作為的那從沒有航母到短短一段時間 兩個航母 然後對於海這個區域 這個作戰的拒止的能力 從沒有拒止能力到完全有拒止能力 那過去我記得不管是 就是遼寧號 山東號都去往這個關島那邊走 最遠 最近的時候 差不多五百公里算非常近了 那已經艦載機坐戰半徑 坐戰半徑了 基本上就是在不斷的威責 那另外一方面你看中國大陸的海軍往白令海峽走 往北走 往北走 這一南一北 事實上有極高的戰略的意義 那美國是沒有坑氣 可是呢 美國也要面臨這個新的 中國大陸軍力的這個能力的展現 跟中國大陸這些戰術戰略的一種 隨著武器力量的這種硬體實力的提升 它形成了新的情勢 那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的這個 尤其東亞啦 這個整個的戰略態勢 隨著中國大陸軍力快速成立 正在快速的轉變當中 那我覺得美國做法很簡單 就是快速撤離 然後趕快溜 然後呢 把這些 它的東亞的盟國推到第一線 那就是靠菲律賓 靠日本 靠韓國 靠什麼 靠這個澳洲 靠這個印度 靠這些國家 那所以你看它的演練也在不斷的加強 由美國帶著頭 那可是美國事實上在慢慢撤退 不過最近 這個 這個東風31號飛彈一飛了以後啊 這個情勢又更複雜 沒錯 這情勢複雜就是呢 用實力告訴你啊 你在那邊亂啊 我是打得到你的本土的 因為東風31AG呢 還不是中的到最強的 還有東風41 東風51等等 更別說之前也有介紹過東風100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美國不斷往後撤 中國大陸夯實自己的反介入 跟區域拒絕能力 所以兩航母呢 你看同時在南海這個地方 美國你也同時不會調出兩艘航母 來南海好嗎 因為美國怎麼調呢 你必須有兩艘航母要去怎麼樣 幫助以色列嘛 那你美國就只有三艘航母 其實是可以部署的 那你本土要不要部呢 你也要嘛 那所以呢搞了半天 你真的沒有航母 無航母可用 因為你全世界都要管 中國大陸不一樣啊 我在周遭雙航母 難得在南海這個地方 兩艦 然後呢 美國常常都來 三海啊什麼啊 自由航行 都到我那個 中國大陸的家門口來啊 那但是呢 那你這一招 你菲律賓講的話 你要不要罵你美國 你是在暗指你美國嗎 來看到菲律賓說 南海我們要自行指定航道 南海是你家的嗎 來看這是誰 菲律賓的參議院議長說 菲律賓群島海上航道法案 以及海洋區域法案 要獲得了這個 他們國會的批准 你自己國內法 你國內法要上綱到全世界都要呢 那怎麼樣啊 都要遵守嗎 說只帶我們的小馬克思來簽署 然後呢還說 這個遵循所謂的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允許外國船隻 在啟動應答器的狀態 可以無害通過 還規定外國核動力船 這些你可以通過 但是必須攜帶文件 但是不清楚呢 是不是會在呢 這個東盟峰會的時候 簽署這個法案 然後呢這一位 菲律賓駐土耳其大使就說 如果沒有指定航道的話 其他國家就可以自由航行 並且在菲律賓群島間 水域進行通行權 那這不就講你美國嗎 你這一段話 你要不要講給美國聽 他這個其實菲律賓 在這個國際海洋法裡面 他一直有一個有一個妄想 他們叫群島主義 也就是說我是一個群島 所以呢 這個群島的內部的這個海洋 通通是我的內水 也就是說他的主權 是從外面畫一個圈 裡面都是他的主權 主權水域你知道 那有的時候 你說這個 兩個水域之間超過24海里的話 30海里的話 你怎麼說這30海里 都是你的內水呢 那你兩邊各12公里 你中間還有6海里 是可以是屬於公海啊 你不能你說這個 都是我的島這個中間 我這麼多的島 島中間水通通是我的 這個群島主義在國際上 是不被接受的 可是菲律賓這個做法 就是質疑想要通過 這個群島主義 可是他又留了很多 他說這個好 我這個基本上原則 在我菲律賓這個群島之內的水 都是我菲律賓的 可是我能畫一些 這些海上通道 然後這些通道呢 我允許你們這些國家來允許 可是這個通道主權是我的 這個就是有問題 真的啊 那你今天你可以水 你這個群島的話 那都日本的話 也可以這樣畫 日本有把宮古海峽 畫成他的嗎 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 國際通過 大家都可以過啊 日本甚至把他的那個 金清海峽都化為國際水域了 因為他要讓美國過 結果沒想到 中國大陸現在也可以過了 對啊 可是他兩個島 他在這個 他是24海里以內的 對不對 他都開放成國際水域 像菲律賓這個講法 反正都是他的 你30海里 50海里 只要在他群島之內 也是菲律賓的內水 這個是很霸道的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行不通的 那要很多他自己國內法通過 可是呢 第一個 你拿到這個聯合國去存放的時候 那這個群島主義不只是中國會抗議 很多國家都不接受 美國也不會承認 你這個叫什麼呢 這叫過度主張領海的 權力的這些 這些國家 這莫此為甚啊 很恐怖 美國說 美國說你連12海里的公海 你自己的領海內 你都必須要讓軍事艦艇 進行無害通過 怎麼會讓菲律賓說 這裡面群島我一化 菲律賓就這麼多島 這外面化一圈 裡面水通通是菲律賓的內水 這個是太霸道 那印尼一化也不得了 印尼就沒有群島主義啊 人家就沒有像你這樣 有群島的國家很多 只有菲律賓這樣幹啊 所以他這裡面會有一些南海的問題 南海主權 反而這樣挑戰中國在南海處源 我覺得他轉移主義 他是挑戰各國在菲律賓周遭的公海的航行權利 菲律賓的周遭 你現在跟這個跟呂宋島中間的 如果說你的海峽是50公里 50海里寬的話 你怎麼能把這個50海里 變成你的內水 對 不行的啊 對不對 你左邊畫 你上面畫過來12海里 下面畫過來 中間還有多少 還有26海里 是屬於公海 你不能隨便畫成你的 你的所謂的離海範圍 菲律賓就這樣搞啊 所以他才不是在挑戰中國在南海處 他挑戰全世界在公海的行使權利 是 菲律賓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搞這一招 你會不會跟石破帽一樣 什麼亞洲北約 美國自己也不會答應了 那尤其是你這麼一畫的話 你的底氣在哪裡呢 其實全世界也不可能同意你這麼做的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 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